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在路上我们经常能在树叉上看到各种各样的鸟巢 而这些鸟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上方都没有什么遮挡物 整个鸟巢只有用于承载身体的树枝和干草 在晴天可以直接晒到太阳 但若是碰到大雨天 这些干草树枝就会被打湿 那么这种情况鸟是怎么解决的呢 鸟的巢穴和人类的房屋的功能是有点不一样的 人类的房屋就是人的生活场所 而鸟的巢穴只有一个功能 那就是繁衍后代富裕幼鸟 刚出生的幼鸟还不会飞 不会觅食 只能待在鸟巢里 一般的体型比较小的鸟都会把巢 建在树叶茂密的树叉上 或者灌木丛中 这些地方不仅可以遮风挡雨 还可以隐蔽自己以防天敌侵扰 遇到下雨的时候 鸟妈妈会用自己的翅膀将整个巢穴挡住 用自己柔软的腹部保护幼鸟 而且成年鸟儿的羽毛是表皮细胞延伸的角质化产物 略有弹性 具防水性 有护体 保温功能 即使面对大雨也不会在雨中失温 所以开口这么大 主要还是为了方便鸟妈妈进进出出 孵化鸟蛋 喂养小鸟 等到幼鸟离巢后就再也不回巢了 要是再下雨的话 那肯定是能躲就躲了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